今天我们加入了怪物神殿,成为他们的头头。 没错,我可以指挥小黑为我做事。 而我可以命令僵尸帮助我战胜一切。 怎么样米奇,来一场对决吧。 来就来,我猜你都不敢离开你的基地,来呀和我战斗啊。 你就别得意料,当我出手的时候你就得吃鲜去,你肯定会输的。 看看我的僵尸队伍吧,他们非常雄壮,还有精英僵尸呢。 你认为你有机会赢吗? 我确信我有机会赢,我也有精英怪物,我的小黑也非常厉害,而且我小黑来自一个更高层面的世界,你那个破僵尸过时了。 今天你会后悔决定站在这里的,跟我比赛你就没怎么赢过,不知道吗? 可是你每次嚣张的时候也没赢过呀,我保证今天这一局你也不会胜利的。 既然你这么不知好歹,那就好吧,现在我们拭目以待,来吧,展示一下你们的力量吧。 来吧,伙计们,让他们看看你能做什么,让表哥他们知道,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赢。 来吧,伙计们,我们今天要让米奇输掉比赛。 你就吹吧,你不可能做到这一点,因为我为这一切准备了很久,你认为我会退缩吗? 我才懒得理你这些呢,你应该接受现实,我的僵尸更强,他们嘎掉你的小黑,简直是轻而易举。 哎呀,我的这边损失比较严重,这怎么回事啊,想不到这些小僵尸还挺厉害的。 那肯定的,僵尸这种怪物在这个世界战斗多少年了,他们对于攻击的理解绝对是最全面的,你的小黑多久才出现。 说过了吗,表哥,你就别得意了,结果还没出来呢,接下来就是我们最高战力的时刻了。 我也懒得跟你废话了,让你尝尝我精英僵尸的大拳头吧,即使你认输我也不会停止战斗的。 哎呀,这是怎么回事,哪里来的下戒传送门了,表哥你这卑鄙的家伙,你叫了帮手。 你别放屁了,我有那么无耻吗,我才没叫下戒那些猪呢,是不是你想以某种方式分散我的注意力吗? 我最烦下戒那些猪了,看来务必的东西。 看起来好像我们被算计了,他们是在趁我们互相争斗的时候,一举把我们的世界吞并了。 好大的胃口了,我可不会让出我的目的世界的。 我觉得我们没必要再争斗了,看起来这些猪是要同时占领主世界和墨地世界。 他们直接就对我们发起了进攻,我想你是对的表哥。 对方的攻击太厉害了,我的精英僵尸根本无法抵抗。 我的这边也不好过,我们的普通怪物都完蛋了,精英僵尸根本无法抵住各个方向的攻击。 那就没法子了,我们只能回到神殿抵抗了,希望米奇那边没事吧。 我们要做好防御,不能让那些猪冲进来,要在这里保护好自己,骗死亡也会能拦住他们入侵的脚步吧。 他们就很难通过,我要看看米奇那边怎么样了。 天啊,他们为啥有先进攻我的神殿呢? 现在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顶得住了,玩毒罪了,他们居然破门而入了,我的防御还没制作完呢? 我不知道米奇能否赢得这场战斗,但似乎他那边有点顶不住了,可是我这边也没有更多的力量帮他了,好像米奇在想办法离开他的神殿。 猪灵越来越多,好可怕的种群啊,如果我这边有栽药村民的加入就好了,等过段时间去丛林釜底看看,米奇似乎在挖通道。 哎呀,不对,这是冲我这边的方向,这小子要把我也拖下水。 不行,早晚我都要面对那些猪,毕竟他们干掉了米奇后肯定就是我的主世界了。 那些贪婪的猪会抢走这个世界所有的宝石和贵矿石,然后再奴役所有的玩家和村民,他们非常贪婪的。 无论如何我也要加入反抗的队伍,得帮助米奇。 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,要不我完蛋了之后就轮到你了表哥。 我知道,我觉得我们要先搞定他们的传送门,要不他们的数量简直太多了,他们会源源不断补充队伍的,我现在如果不到夜间,是无法补充僵尸的数量的。 那还想啥呢,来吧,赶紧去破坏传送门吧。 我们得偷偷过去,正好他们在你的神殿大肆破坏,所以这是一个好时机。 对,我也这么想,我们的亲亲的,我不想让那些猪找到屋。 看看他们,似乎在等待他们的头领,这帮猪把我们的门口堵得死死的。 是的,没错。 来吧,用TNT炸掉这些大门,然后我们就可以一点一点地干掉他们剩余的家伙了。 这一会该轮到我们小招了吧,你们这些猪。 不发新闻,海啸正在侵袭世界上所有的村庄,已经干掉了两千多个村庄。 做好准备吧,爬上很高的山来保护自己,或者如果可以的话,建造安全原体,这很重要。 尽可能快地跑吧兄弟们,好像这个村民也要被海啸吞没了。 哦不,这个家伙为了报道,连小命都不要了吗? 别管他了,我们必须尽可能保护自己,多准备一些资源,最好是把钻石都拿走。 当我们活下来之后,还需要用这些来翻身呢。 还有,我们不能浪费时间,我们现在就去建造原体的地方。 那个村民警告过我们,海啸来得很快,不是上山就是建造原体躲避,上山有点来不及了。 而且这是一场超过15米高的海啸,我不认为山能挡住海啸。 在山上我们肯定活不下去,我们需要尽快去建造原体了。 食物什么的我这边拿了很多,问题应该不大,我打算用钻石作为原体的基底,毕竟它比较结实。 这样出现任何出发状况,我们也会安全许多。 这样再建造一个玻璃暖房,也许我们会永远生活在水下,看看风景可能有助于我们活下来。 这是我和我女朋友的避难所了,这里的一切看起来是不是非常华丽啊,非常有生活的气息,我觉得还不错。 我们有想要的所有食物,还有树,还有许多其他物品,会让我们打发无聊的时间,直到我们从海啸过后生存下来,也不知道米奇怎么样了。 这里真的很热,我不知道我们要怎么活那么久,这里甚至没有冷却系统,我们所有的食物都已经开始腐烂了,我们对此无能为力。 我的天啊,快看,巨大的超级海啸来了,是时候看看我们在掩体里,是否真的能存活下来,海啸也太强大了,我真的希望我们之间一切都好。 天啊,看看海啸的力量,这种冲击波前所未有,我感觉到大地都跟着在颤抖。 这个高度太壮观了吧,真是太不可思议了,现在我们只能等待,除此之外啥也做不了,显然我们的掩体幸存下来了,玻璃没有任何损坏,这太棒了,我们的计划成功了,我们可以继续生存了。 接下来我要考虑一下如何在海洋里生存呢。 快点救救我我们,我的食物快又闻了,它已经苦烂了。 是米奇他们,他遇到更大的麻烦了,不要慌张,我会试着挖一条隧道到你那边去。 看来米奇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就遇到了海啸,我必须要过去救援,否则米奇会被咳死的。 另外,我也带了一些增加体力的金苹果,以备不时之虚,希望米奇能顶住吧,我很快就能过去了。 你终于来了,我准备的不充分,结果这个玻璃里面太热了,食物都坏了,真是太难了啊。 淡定淡定啊米奇,如我在你饿不死的,再给你一件潜水服,我们还要出去探险呢,坐池山空我也顶不住的。 看看村庄里还有什么能用的能吃的。 这点你说得很对,我们要出去看看,也许能帮上其他的村民。 是的,如果村民们需要帮助,我们必须要拯救,他们的生存和我们是一样的,息息相关。 现在是时候面对我们的恐惧了,帮助需要我们帮助的人。 首先让我们去村里最大的房子,也许有村民藏在那里,房子装满水的时间会更长,这就会给很多村民机会。 好主意,我们就去那个地方,那里肯定有村民需要帮助的。 果然让我猜对了,这里没有进水,来吧,我扛着它,你骑你来拿它的东西,我们得尽快把它转移走,要把它从海啸中拯救出来。 剩下的时间就是治疗药水时刻了。 应该是起作用了,它现在有反应了。 看起来村民已经在康复了,这么说非常有可能,还有很多村民正在存活。 是的,这非常有可能。 那我们接下来的任务会非常重的米奇,我们要拯救村庄,救援所有的村民,让我们现在就开始,我们不能浪费任何时间,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。 一切都会恢复正常,像以前一样。 天啊,我们被狼族追了呀。 辣条,我们该怎么办,看起来他们快追上我们了。 完蛋了,我们无路可逃了,米奇,都怪你非要在树林里穿行,这里太危险了,夜间。 我给你们拼了。 米奇,你太大意了呀。 哎呀,我被打倒了。 就在我准备拼命的时候,如果出现了一个小白家族,他们竟然帮助我们攻击狼族,这是我根本想不到的。 很快他们的武力值爆棚,狼族被打溃了。 然后那个小白老爸居然把米奇扛了起来,并且示意,我可以跟着他一起走。 天啊,这是我玩游戏以来第一次碰到的事。 小白对我们这么温柔的嘛,我就一个好家伙,赶上做梦了。 我们走了还远,出了森林之后,看到了一个雪山,看来这就是他们住的地方了。 虽然很简陋,不过也算一个避风港吧。 在这里他们居然有恢复药水,这是让我没想到的。 这样的话米奇的伤势也就是瞬间的事。 我要太谢谢你们了,真不敢相信小白居然能救助我们玩家。 是啊,这一点也让我困惑不已。 后来我们的交谈才知道这是一家三口的玩家。 他们在这里被世界吞没的时候,有一丝异常出现在他们的脑海,之后醒来就变成了小白。 但是还有原来玩家的意识,这让他们很困惑。 我应该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。 我们经常会玩一些模组,比如开局给你把铲子,然后百日生存,或者变成小白生存一百天啥的。 我知道,我知道,还有变成如生存一百天的模组呢。 小白夫妇应该是被这个世界颠倒了,不小心进入了这个存档。 哎呀,坏了,狼族跟踪我们过来了。 天啊,他们居然把小小白叼走了。 他们太坏了,赶紧放下小小白。 这些狼族非常明确,就是为了抓走小小白才来的。 得逞之后他们就逃跑了,这怎么可以,你骑我们必须追上去。 狼族跑得好快啊,一转眼就消失了。 没事小白老爸可以找到狼族的踪迹,我们跟着就行了。 可是我有点不明白了,这里的怪物也可以攻击小白吗? 应该是模组的问题,别担心,我们会救出小小白的。 这里就是小小白被关押的地方了,门口还有两个僵丝守卫。 好家伙,这个世界的僵丝,啥时候这么听话来着? 先不管这些,我们先跟着小白老爸进去找人。 我们能通过吗? 我也不知道,小白老爸他们都通过了,我们也应该可以吧,我们走吧米奇。 哎呀,不对啊,他们发动攻击了那条,看起来他们不让我们过去。 好家伙,我们先撤退,这些僵丝还挺厉害。 小白老爸,他们也出来了。 看来我们这么进去是不可以的,僵丝肯定不允许,我们需要伪装一下,正好小白他们有办法。 哎呀,这是啥情况,他们打了我好几下的烂条。 别着急,这是一种临时伪装,他们把我们打扮成小白的样子了。 没关系,这种效果会很快消失的。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安全地通过僵丝那边了。 是的,他们不会再打我们了。 走吧米奇,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,进了门只是第一步。 好吧,没问题,你确定这种伪装对僵丝有用吗? 应该没问题,僵丝也不是聪明的生物,它看不出来的。 我们已经在这里了,是个好兆头,所以大家要找找小小白了。 但是在洞的深处我们发现了几只狼,还有几个牢笼。 看来就是这里了,我看到小小白了,但我们得想办法救他。 要不我们干掉那些狼,然后硬逞进去救出小小白。 我觉得那样会很危险,我怕我们的力量不够。 不过小白老爸有办法,他可以把我们都变小,变小之后那些狼可能就看不到我们了。 好家伙没想到这个小白还有魔法技能,但是这么小真的能躲避狼的眼睛吗? 应该可以,小白老爸多年跟怪物打交道,我想他的主意应该不会错,但是我还是有一个担忧,一旦被发现我们就打不过狼群了。 是啊,这也是我担忧的,我们太小了,力量不够。 哎呀,不对,小白老妈没有变身,他的魔法出错了。 完了,我们被狼群发现了,那条你快躲起来,我们被发现了,你有机会跑开。 好家伙,还好有一个树,我可以躲避一下,这里难道是狼群的老巢吗? 看来他们也受了惊吓,知道这里被发现了,于是都出去巡逻了呀。 好机会,我们可以逃出去了。 好了,伙计们,你们现在可以走了。 呀,刚才太惊醒了,为啥小白老妈的魔法不好用呢? 不知道,应该是这个世界的魔法出现了问题。 现在大家都很安全了,只要出去就可以躲进树林,即使遇到狼群,我们跑出去的希望也很大。 是啊,只要干掉门口的僵尸就好办了。 我的天啊,狼群回来了。 这些愚蠢的狗,回来得怎么那么快? 完了,我们的力量不够呀,我们还没变回去呢。 哎呀呀,顶不住了,完蛋了,全军覆没。 好家伙,我们被关起来了,米奇,这里看来是一个非常坚固的牢笼,我们好像被困在这里了。 哎呀,钻到狠疼呀,看来变小不一定是一个好主意。 是啊,米奇,我们要被这个世界困没了。 你别沮丧呀,我有办法的,看到这个盔甲了吗?刚才我在牢笼里捡到的。 好家伙,这是骷髅将军的盔甲,这也太棒了吧。 是啊,如果我们是玩家这个盔甲没用,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。 哈哈,你说的对呀,米奇,我成功变身了。 好了,蓝条,剩下的事情就是你的了。 哈哈,我是无敌的,谁也打不过我的,我要消灭这世界所有的狼。 今天的比赛非常有趣,米奇,我们的钻石和绿宝石被迷你小人拿走了。 是啊,太好了,一颗他们总能用好久的。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游戏内容了,小人国比篇。 你快看啊,大表哥,这些小人太小了吧。 是啊,我感觉他们就像一颗黄豆。 我觉得他们像是蚂蚁。 真是难以置信,现在米奇的床下是绿宝石迷你村庄,而我的床下是钻石迷你村庄,在我看来还是钻石的好看。 他们在这里生存的好安逸啊。 是啊,所以今天我们要帮助他们。 帮助他们互相争动吗?表哥你还真似啊。 你闭嘴吧,这是比赛懂不懂啊?我们的粉丝最喜欢了。 那今天的比赛规则是啥呢? 我们要帮助这些迷你村庄发展,然后打败对方的村庄。 当然我们不能变成小人进入村庄,只能作为辅助。 所有的比拼争斗,都要他们自己来。 好吧,我们开始吧,表哥。 哎呀,米奇,我都说了,你不能变小加入战争的。 我的天,表哥你放蜘蛛来摧毁村庄啊。 为什么这只蜘蛛这么大,看起来很疯狂。 是你变小了好吧,都说了不要变小,你破坏了规则米奇。 你走开表哥,是你破坏了规则,你居然找来了蜘蛛。 那根本不是我找到的,是从地板里爬出来的。 好家伙,你给我站住小蜘蛛,你看我坐不坐你。 兄弟们,不啊,我们不仅要打败蜘蛛,还要打败钻石村庄。 迷你村民战争开始了,米奇我们赶紧躲开点,千万别踩到他们。 我的天啊,我感觉变小之后太可怕了。 所以说你就别作弊了,我们今天只是辅助他们。 好吧,听你的,我得给我的村民多弄一些宝石来。 可是我却要给你的村民多弄一些温暖。 什么意思,你这么好的吗?那我也会帮助钻石村民。 我的天啊,你竟然放了岩浆,你做了什么表哥,你为什么要干涉他们的比赛? 他们必须自己处理,你毁了一切,你作弊了,你在我的村庄里到了熔岩。 你没懂我说的规则了吗?我们也是今天比赛的一份子,只不过我们不能变小,我做这些是符合规则的呀,我是辅助村民比赛的呢。 好,这么但是吧,你的本事在主要我们发展。 有些村民都吃鞋了,我扑灭了村子里的火,还行我有魔法要水,我完全重建了绿宝神村庄。 所以现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 你看我的村民,给我建立了雕像多好,我得多给一些资源,让他们快点发展。 傻米奇还不知道,我已经做了好几个机关等着他,看房顶了吗? 这就是一个机关,我打开一下给大家看看,正好米奇没有抬头哈哈,他一定会生气的。 我的天啊,你对我的村庄做什么?你这个老六,你一直想毁掉他,我也会对你的村庄做同样的事,让我们看看你喜不喜欢有多少沙子。 那就看你的机关能不能伤害到我们了,想要偷袭我,很难的。 别担心表哥,我让你的钻石村子非常开心的,太好了,现在我激活TNT。 好家伙,我不能出手拆除TNT,但是不要紧,我们村子有一个非常强壮的傀儡哈哈,太好了,现在是我的了。 臭小子,你这个小贼把TNT还给我,你为什么这么快,这很烦人? 你想炸掉我的钻石村,那是不可能的。 气死我了,我就这么一个TNT,你太过分了表哥,你竟然有回来。 我哪有过分啊,又不是我拿了你的TNT。 烦死了,他竟然溜我,算了我不追了,我去制作下一个机关。 哈哈,你认输了吗,傻米奇。 我才不会认输呢,你等着。 你傻我可不傻,我才不能等着呢。 来吧,我们家里有一只聪明的小老鼠,我现在要吃的东西喂一下它,跟它打好关系,让它帮助我。 众所周知小老鼠喜欢吃奶酪,我只要把奶酪扔进米奇的村庄,这是不是非常有趣呢? 正好米奇还不知道,哈哈太有趣了,小老鼠去吧,现在你需要跳下去,成功了,小老鼠鸡关啦啦,米奇会是啥样的表情呢? 我靠呀,怎么会有大老鼠呀,老鼠怎么会在我们家里呀? 这个小东西赶紧离开这里,拿着扫帚吃竹这只老鼠,好烦人啊。 我的村民都被吓坏了,又是你表哥,我不喜欢这个小老鼠。 你想多了,我怎么会控制老鼠呢? 但是我看到了奶酪,肯定是你扔的。 你还是赶紧处理小老鼠吧,也许这就是你害怕老鼠的原因。 现在我确定了,我再也不怕老鼠了,鉴于表哥总是识坏,我只能把这里围起来了。 你那个围栏是木质的,看看我的全都是铁做的,而且还按了一个非常厚重的大门,米奇想进来非常难的。 你太厚了吧表哥,这也太厚了吧。 这就是比赛呀,谁让你不准备好资源了呢? 接下来我的村民应该可以攻打墨地了,而墨影龙就一只,所以我得处理一下米奇的村庄。 我有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,可以直接干掉米奇。 你瞅啥的表哥,是不是又憋着坏呢?看我手里的附魔武器,你敢来我就揍你。 想揍我?我看你是想多了。 我要给你尝尝TNT的味道,直接就在米奇村庄的下面挖一个大洞,放入所有的TNT,然后点燃TNT就行了哈哈,我赢了,米奇的小村庄完蛋了。 完了啊,我失败了,你太影响了大表哥。 现在你知道我比你聪明了吧。 让你们做 reports的是什么呀吗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